中文字幕關係 猿捷 你在野餐喔 沒有我在這邊曬太陽 你屁股不會燙喔 很燙 我剛才看你在那邊填一個那邊 搞蠻久的 在等你 真的 對 辛苦你了 你睫毛超長的耶 我睫毛超長的 很少有辦法這麽近距離 看到睫毛這麽長的 而且有所有人都會 就在我睫毛這邊跑步 喔 真的 我睫毛超長的 聽說你是台中人 對 那你交過幾個台中女朋友 哇 這個突然間這樣忍 怎麼樣 數不出來 數不出來 好啦 那我跟你講啦 怎麼樣 之前喔 我們兩個之前不是有去吃那個 漢堡店 什麼時候 然後我們就加50塊錢 然後他就是可以飲料一直去 喝著喝著我就跟他說 我等一下不用再上我的飲料了 結果我過於就是 他馬上又端了一盤的飲料過來 我就問他說 我們已經沒有在蓄飲料 為什麼他還要再送上來 然後他說 你剛剛有個錦蘭廟祭 我剛剛有錦蘭廟祭 對 所以錦蘭廟祭現在就是帶你去一個 對 Air Condition的地方 對 因為我現在不太知道 你旁邊流的是冷汗還是熱汗 算是吃汗 我們看一下這裡是介紹張連昌先生他的故事 是 那 你看張連昌先生他手上拿的是畫筆 對菜筆 所以他原本他是一個畫家 其實他也是在玩樂 玩一個樂團 所以這邊呢 我們照片上面看到 張連昌先生他手上 拿的是小喇叭 小喇叭 對 他在這個樂團裡面呢 他沾的是小喇叭手 那他們裡面這個樂團之中 有一個樂手 薩斯風樂手呢 他的這支薩斯風是從日本買回來的 有一天這個 這個薩斯風手的家裡面發生了火災 對 所以這把樂器就在屋子裡面被燒壞了 哇 壞掉了 對 所以這支樂器就壞掉了 所以張連昌先生後來呢 就用他畫畫的技巧 把每一個零件畫出來 你猜他畫了幾個零件 一直樂器 真的是不知道 薩斯風感覺就很複雜 對 很複雜 我看就很複雜了 不只一百個 不只 五百 接近 五百 真的錯到五百 四百多個 四百多個 四百多個零件 那這四百多個零件呢 他都畫下來之後 他就是 把它做出來嗎 所以他是台灣第一個做薩斯風的人嗎 算是 他是台灣第一個做薩斯風的人 好猛喔 因為他其實在這個畫畫 在做的過程中 他其實花了三年多的時間 然後做出了一把 全新的薩斯風 蔡哥你也有組團 對 我算是有小組團 那你有沒有就是 特別想要吹什麼 吹什麼 樂器 怎麼了嗎 薩斯風嘛 感覺不錯 薩斯風 你也喜歡薩斯風 很帥 因為好像都是那種 很帥的人在吹的 所以我應該蠻適合的 你自己講完心虛 好 那正如你意 我們今天這邊就有滿滿的薩斯風 不說你可能不知道 全球每三支薩斯風 就有一支來自台中的厚禮 剛才嘉榮介紹的張連昌先生 則是台灣的薩斯風之父 來到厚禮薩斯風博物館 不僅能參觀從無道友的製造流程 更了解張連昌先生的有趣故事 還能有另類的垂直體驗 每個人看到這個就覺得說 這個為什麼可以發出聲音 可是 每個人看到都會講這句話 對啊 每個人就覺得很奇怪 那我們跟別人一樣 好不特別 對 沒關係 你們吹出聲音來就會變得比較特別 我們現在把指呢 往外摺一公分左右 好 一公分左右是這樣子嗎 對 對 對著再對著 對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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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還有另外一邊也對著 把手這樣子夾著 然後對到嘴巴上 你就用力的吹出 不行 這樣抽菸的 對啊 這樣 對啊 你確定 我們就不太會了 我不會抽 好生疏 對 好生疏 好生疏 手都在抖 不要這樣亂講 人家都以為你真的會抽啦 我真的不會啦 我真的不會 他不會抽菸 怎麼用啊 你就是把它對到嘴巴上 要彈喔 要彈 怎樣 彈一下 你就這樣子是不是 OK 好 好 然後直接對上來 然後你 你們試試看啊 試試看 不要自己 有了有了 有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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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有聲音耶 你用叫的 有了 我們要一個 快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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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 我吹出來了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剛剛講好不好聽 吹力氣呢 我們是要用丹田的力量來吹 是的 漂亮 直接被你領進來 所以它是模擬什麼啊 模擬我們的吹嘴 對啊 這樣子 我是不是天才 是 你不要配合我 你不要配合我 真的是天才 你講這句話 我們要怎麼接 對啊 你真的好會吹喔 你真的好棒喔 你不要再講到那邊去了 我說吹紙片啊 我沒有別的意思 好啦 我跟你講 這另外一種類的beatbox 對 我覺得不錯 我們以後就用這個就好 小朋友也可以來玩玩 可以喔 所以它這個有需要 特別剪你這個造型嗎 還是不用 要啊 就是要剪這個造型 一個尖尖的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小孔 一個小小的尖尖的小孔就可以 它其實是 吹嘴 是要從小到大 所以我們才會剪一個三角形 OK 那一個三角形 所以就是一張一個孔 對 它九張就是 九孔 OK 又好吃的 好吃 海鮮吃起來 好強 好 先女下涵來解答 佳蓉我們現在是要來幹嘛 看那看 好 現在你們被一堆saxphone圍繞 這是saxphon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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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是saxphone的管聲 什麼 管聲 對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牌子啊 上面有寫字中音 或是中音 喔 中音 然後它還有寫 音色高卡 聲音都不一樣 對 聲音都不一樣 所以它 這種比較短的 對 都是高音 所以你嘗到它 你嘗到它就是很高 對 所以越長越低音嗎 對 真的耶 對 然後水也是低的 你可以瞧瞧彈 對 然後上面已經就會嘗到 家長真的沒聲音耶 對啊 它那個頻率 是不是跟海豚那個 那個搖鍋 我家師傅修音啊 我們要修一下這一塊 怎麼都沒聲音 對 這裡沒聲音 我們掐聲音一點就好 多難打 有 這怎麼沒有聲音啊 有嗎 妳好強喔 妳好猛喔 謝謝 好猛喔 天賴 就是這種絕響 就只有一次機會 沒聽到就是妳錯過 不必覺得籃籃厲害 有機會到張蓮昌 薩克斯風博物館的話 只要多敲幾次 管聲就可以聽出 音階的差異喔 人人都能敲出世界名曲 接下來就要體驗 吹奏薩克斯風囉 家龍 為什麼是你手上 這個 為什麼是我手上的職能 因為這隻是我們 現在最新款 它厲害的地方是 你看它的按鍵 它還有 對 顏色不一樣 對 你怎麼知道 天啊 妳有博學多聞的時候 真的是 因為是碳纖維 所以我們的按鍵啊 速度會變化 它的反應速度會比較快 對 所以就是有時候 就跟跑車一樣 油門一踩就直接走了 對就可以直接飄到 OK 原來是這樣 了解 對 想聽想聽 試試看 好 吹哥音階 好 好強喔 好渾厚喔 對 所以待會你們也要試 現在就要試 家龍 你手上這隻 到底多少錢 手上這隻嗎 這隻 我猜猜看 好你猜 該不會是 差不多要十五萬吧 呃 再貴一點點 再貴一點點 我都看到了 怎麼可能不是十五萬 十五萬再加一千嘛 好不好 十五萬一千 所以最便宜的也有兩萬塊 然後三萬塊的也有 但是也是滿貴的啦 對 真是奇蹺 畢竟你看 快五百個零件 這麼貴 對 所以你看就是剛剛說 畫了四百多個零件 真的很難耶 對 這個光要畫的就很難對不對 對 而且其實就是圓圈圈啊 或者是每一條的連接感 都是 都是零件 那我們先按我們的左手 左手 全按嗎 全按 對 左手三個全按 輪流嗎 呃 輪流 好 對 這個是收 收 好那換你 為什麼它那麼高啊 因為它 你 你的 你的右手 你壞了 你壞到骨子裡 我真的壞到骨子裡 你右手壞掉了 我還要維修喔 你右手壞掉 來 就三個一起按就好了 三個一起按 其他不要亂搞啦 對啊 不要亂搞啦喔 吹一個收給大家看喔 為什麼它是收 它收好高喔 等一下我們不要說啦 秀一手 你最平常最常吹的 拿手的 只要看我們吹收跟拉 對啊 收拉 5566 對 還在吹時間 收出去啦 對 好 Bravo 交融 我有疑問 妳會吹垃圾車的音樂嗎 垃圾車 登 Cameron 好等一下佳榮 我們 這全部抓我們的車 我們剛剛不知道喔 對這全部抓我們的車 我們該上車喔 想跟我們一樣體驗吹奏 没问题 只要买吹嘴就可以体验咯 在假日也能在博物馆 欣赏专业的 塞克风演奏会 下一站 蓝蓝要去台中的风园 寻找一种 音色也美到不行的乐器 梳洗耳朵 仔细听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